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終於到了2023年年末的最後一天了 這邊還是隨意來點吃瓜性質的雜談吧 等明年的時候再來做一個期待的遊戲榜 首先稍微把焦點放回台灣 150萬預約萬宗竹目的原進化 正是在日前降臨了 而開服的第一件事 當然就是大開官方直處 最大化自己的營收撈一波 看到這啊 有時候真別笑中國搞什麼網路遊戲管理辦法 不管是不是有資本揭露想要從中套利 至少看得到有人願意跳出來嚇阻一二 就不看他們了 反觀台灣自己也並沒有做到很好 依舊繼續各種詐騙廣告滿天飛 不是什麼非法上架就是搞各種跳板 而光是根據公平交易法的項目 隨便舉幾條就可以罰爆這些廠商了 還在那邊跟橘子要什麼200萬 但凡都花點心力 我們的國庫就爽爽進帳了 不過公務員嘛 依舊還在繼續睡 廠商們就放心的韭菜長哥吧 接著迎接本市的重點大神 陸服2023年年末的瓜王 若寶卵劫後長理論 以及硬核又魅宅的少女前線2追放 雖然之前已經評測過這款遊戲了 但它實在太魔幻了 我決定還是再輸出一回 如果看過我之前影片都知道 我其實對社區節奏並不是太看重啦 但凡你只要本身品質夠硬 完全不用怕被市場考驗 但這遊戲當時就充滿多方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選擇再開試測的話 還是比較保險 畢竟與其等到公測 被吊起來打到毫無反手餘地 還不如在內側被炸爛後 還可以低頭道歉挽回口碑 那麼最終的結果嘛 就是不意外的不意外啦 撇除不論你文案 是想走後宮女性相百合一般相等 臨時修改細節處理不到位等等都不談 畢竟劇情嘛一定會有喜好的問題 無法盡滿了意 但作為一開服 第一個重要拉口碑的活動 全程居然完全沒有配音 完全沒有 而且還有搭配一個一眼看上去低廉的小遊戲 作為一個自許為高品質的遊戲來講 顯然是完全不合格的 再回頭看看當時的採訪 就顯得非常諷刺 做二遊標桿 你要確定啦 這如果放到其他國家是要打贏誰啊 如果其他廠商都學你的話 就準備搖搖落後吧 遊戲想搞男女通殺一般相 擴大用戶受重跟機率碗盤 這也並不是不可以 未能理解廠商是想從玩家作為純粹的旁觀者 去側面描寫少女的生活點滴 或者戰爭殘酷之類的 但凡你只要人設跟世界觀安排妥當 玩家並不是不能接受的 結果迎接來的並不是什麼殘酷 是綠帽 是公主病 各種狗血八點檔的劇情 真的很難理解文案想表達什麼 除了滿足個人的中二寫作慾望以外 毫無價值也沒有傳達出什麼內涵 然後一邊捨不下少女前線的IP包袱跟練才手段 不斷展現出各種魅宅相的內容 這部分廠商應該也是沒辦法辨解啦 不然你做休息室跟客業賣動曲線 是要玩家只可遠觀不可洩萬嗎 還是要有扮演樓下的房客裡面的房東 只為滿足自己的偷窺欲 一邊又不屑跟其他廠商圍伍 卻在借鑑復客他們的商業模式 暗地裡歧視他們眼中的那群宅宅 但卻指望他們為此買單付費 說白了 就是對自己的產品沒信心嘛 他最後的成績表現不理想 還是得勉為其難的向市場妥協 突出了一個既要又要還要 彷彿讓玩家參與了一場賽博仙人跳 自認為劇情跟美術是當時玩家評價最高的部分 美術方面就真的別在一直掛嘴上說啦 各家廠商的水準只會越來越接近 而現在B站認真討論劇情的 真的是少之又少 就更別說是認同了 只剩下一堆樂子人 等著看你廠商可以爆出什麼點 標榜的硬核跟策略性就更別提了 說出來都怕被別人笑自己沒見識 而從營收數據上來分析 少女全線2是12月21號公測 本月的營運率為11天 並且已經開了第一個限定卡池 截至我做影片的時候 排名約在63名上下 那比較接近他的指標物是1999 1999上個月在60名左右 營收約在1.81台幣 這個月差不多是持平或者再高一點 而少前二的排名是在後面 所以我想最終的數據是不會好看到哪裡了 而同為二次元戰棋的靈蘭吃劍 11月23號入福公測 僅僅8天就拿下約2.76億台幣 當時的排名是在50名 本月的話是在43名 所以是只多不少啊 而本月8號開服的鋼籃 則是在18名左右 但人家B站的官方用戶群體 還沒有你少前二多啊 而且他還沒辦法用美少女當作基本盤 更別說什麼內側的反例 會影響開服表現的 復服大部分的遊戲 在刪測的時候都會反例 近期比較熱門作品也都有脾氣端 可謂是眾生平等啊 同樣在結合當時的採訪 該遊戲開發團隊超過200人 研發超過5年成本過億 這還是不加其他公司成員 按照這個營收來推算的話 實際上根本就是虧到爆了吧 騰訊大概也沒想到 他當初看好的廠商 給他投了10個億 結果現在連回收都成了問題 甚至不能對其他廠商造成壓力就算了 還反倒變成眾人的紓壓來源 真的還不如去給圓猛之星買推廣 至於這遊戲出海能不能爆台日韓金幣 只能說 難啊 之前也講過 社區是要不斷積極去維持的 掃錢IP在海外 早就已經沒有過往的優勢了 並不是毫無作為的擺爛 就想要有一部文庫的基本盤可以割 也別擅自忽略了來自2024年的其他競品 即便遊戲不是相同類型 但玩家的時間是有限的 撇開劇情的正義 紙上數據不談 真的也沒什麼可圈可點之處 甚至連最基本的情緒都無法滿足 當然除了負面的以外 而各家廠商其實都有各自的優勢 不論是技術或者資本 到底覺得自己憑什麼跟別人競爭呢 最後就是比較吃掛的部分 聽說後面是會加入男性角色 跟更多神一般的迅情 只能說廠商好之為之吧 再來是一個無關手遊的 之前有提到一款男性上遊戲 完蛋 我被美女包圍了 而最近也有一款跟風之作 完蛋 我也能追到美女了 這一看就知道 果然是貪婪的資本啊 想平靜的光速複製紮堆 入場賺一波快錢 結果果然又翻車了 有時候成功還真不是大風刮來的 而記得就是王毅跟暴雪 上演分手雷台快一年後 傳言最近準備回歸中國了 當然這其中最大的推手 還是那個男人鮑比科迪克 在正式卸任洞私暴雪西優離去後 大部分玩家的表現不是不捨 而是紛紛開香檳了 但你說他做人失敗吧 卻賺得盆滿撥滿 果然沒有良心才能賺更多的錢 而看來騰訊的塔瑞斯世界 應該也會加速上限了 最後來聊幾款日服官服的遊戲 除了我有破文提到的SE的鋼鏈 還有另外一款IP改編手遊 Engage Kale 是七月之五的跨媒體計劃產品 簡單來說就是跟宿命回想是一樣的 遊戲是在今年3月1號開服 全部將在明年的3月21號關服 SE在蓋粉場方面 真的是跟RB不有勝負 那些換皮廠商都要自愧不如了 真的以後玩他們家的遊戲 都要先觀望一陣子 順帶提一下宿命回想吧 當初他們為了陸服玩家 被吃了一波海外 但似乎也沒讓自己大火一把 日服最近的表現也並不是太樂觀 雖然12月有谷底反彈一波 但多少也像是回光返照 只能說且玩且珍惜吧 而另外一口關服的是油族的 伊店員的驕傲 這間廠商就是上架北紅神月的那間 日推從8月就白爛到10月 直到發關服通知 本月的12月15號正式關服 也可以看看現在的北紅神月台版也是一樣 最後一次的FB更新是在10月 感覺上就是要等過年前發個缺錢活動 就可以準備關服跑路了 日服是因為還有比台服更高營收 還有一定比例的外服玩家 所以還是有維持比較高的更新頻率 日服我之前也講過 就依舊很魔幻 還是很多人在給這種 何其或半殘的版本課金 只能說何不翻強呼 再來是開發出日本遊戲龍頭的 怪物彈珠的廠商 這個月宣布停服三款遊戲 第一款是冒險解密類的遊戲 神秘遺物 今年2月15號上架 還找來不少大好參與製作 不過依舊沒有拿下好的開局 降於明年的3月26號的關服 但它並不是最慘的 第二款是偏ARPG類的 怪物彈珠 幽靈亂戰 於去年的7月19號上架 這個月宣布 將在明年的2月13號關服 玩法上跟怪物彈珠有一點的重疊 但不少玩家評價操作難度頗高 而且這個美術建模是真的不太行 營運期間的成績也並不是太理想 再來是第三款 今年228發行的天空之塔 將於明年的3月26號關服 之前我有PO文講過 有點類似泡泡龍加俄羅斯方塊的變種 不過當時對這個遊戲不感興趣 所以沒有去玩 結果再次看到它的消息 就是準備關服了 不過廠商一個月宣布關閉三款 也是挺果斷的 可能總覺得自己的怪物彈珠IP很賺錢 推續作也會有人買單 但似乎忘了 怪物彈珠除了本身早期玩法的優勢以外 有很大部分是靠聯動其他IP來給自己續命 只能說IP聯動本身就是個雙面刃吧 可以穩定拉動一波熱度 但也會模糊原作IP的存在感 這其實也跟龍族冰毒的處境有點類似 中間也搞過什麼動畫、街機之類的 但後來推出的作品都沒有在創造高峰過 最終也是靠本作的續命 外加像很多大陸、韓國那種輕度休閒類遊戲 搭配各種洗腦病毒廣告 進而壓縮了這些遊戲的生存空間 再來是一款名字很長的 我就不想念了 的IP改編手遊 遊戲在去年的10月31號開服 並將在明年的1月31號關服 這款我在查營收數據的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意外了 對於什麼都能刻暴的日本人來說 這個成績真的是慘不忍睹啊 真正意義上的暴死啊 能爛到這種程度 影子應該是非常驚人的 而且還能硬撐一年才關服 隔壁只堅持半年就收攤的 對魔忍狗狗是該羞愧啦 最後就是日服的靈魂潮系 去年的3月22號開服 這個月的12號 宣布將在明年的1月19號關服 這遊戲怎麼說呢 硬匯跟玩法都算有自己的特色 但綜合起來還是個偏小眾的類型 外加日服的代理 本身又是個專門搞買量的Ujoey Games 要它活下去就顯得更加困難了 目前開發上的另一款產品 代號銀也在內部測試中了 最快的話明年就會跟我們見面了 而這樣看下來 在日本今年真正有串出頭的黑馬 就是週數回戰了 我上個影片還輸他上看30億的元 還是小看他了 現在都直奔61旅園去了 魔物獵人鬧雖然也是表現不錯 但整體上並沒有讓我這麼吃驚 而騰訊去年又宣布要跟卡普空合作 再開發一款魔物獵人的手遊 他們到底是我喜歡這款IP 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達到這款的生存空間 現在想做長線經營的環境 早就不像以往了 很難像早期 靠玩法創新的優勢 或者隨便套IP靠廣告 找人帶貨就能躺著賺好幾年 現在除去那些自帶社交屬性 跟PyTwin模式的類型 其他只要偏單介化遊戲 看起來即使內部沒有社交屬性 但本質上也是依存於其他社交媒體之下 像很多直播主或頻道 他也不是傻子 如果播你的遊戲沒流量 又抽不到錢 誰願意給你的遊戲長期打工 合約到了就要揮手說拜拜 換下一款了 所以除了IP的聯動 遊戲的觀賞性 社區的生態 二創氛圍等 blblbl 都是必須要不斷花錢 花時間 花心思去經營的 這樣才能維持一個健康正向的用戶活躍度 組件屬於自己的IP副成盒 說人話就是 投入高 收益慢 吃力不少好 屁事來賊他媽多 所以很多投機取巧的資本廠商 寧可去搞低成本量產的換皮 也不想任何去搞遊戲的品質 簡單搞廣告詐騙 收割韭菜 你花錢 我收錢 大家都滿足 何樂而不為呢 由於現在抖音 小紅書 群組文化等 帶來以上早就已經打通屬於自己的宣傳管道了 並不是玩家去社區評價 或者把他罵來罵就能撼動的 最後也沒啥好昇華的 就希望明年頻道跟環境 都有新的氣象 各位觀眾都欣賞事成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明年見 掰掰